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在上个礼拜收盘就已经过了10500了 那10500点你多个四五十点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问题是涨的内容 我们看大盘你看 你看这个大盘跳空开高 然后又回补缺口又跳空开高 所以我觉得你说他过了前波10545位置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区间 除非他让我看到什么 看到一个不被封闭的缺口 就像这个10250 这个缺口比较重要的是 他曾经试图要去回补 可是差一点点没有回补他 那这个缺口导致台股正式占上万点 所以这个大盘你占上万点的时候 区间操作个股做轮动 因为很多投资朋友想 这一波没有跟上 尤其我举个例子 像大力光就好 大力光其实涨到现在 大家都说大力光太贵 那一千多块钱也贵 现在变成非常贵 五千多块钱 可是如果投资人知道 从一千都会涨到五千多块钱 我相信所有投资人一定会去买 而且一定会大买 涨到五千多块钱 不敢买的还是不敢买 这个叫筹码战 那不动的股票还是不动 强势股票多投股票 他仍然强势 GIS 这很好的例子 就投资人一般投资人 一般的散户 因为他们认为 涨多了 不敢追 就因为这一个 先入为主的观念 让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散户 错失了GIS赚钱的机会 错失了大力光赚钱的机会 这些股票都是大家都知道的股票 那我们现在跟各位谈一个观念 这些东西 你已经知道那过去 也不要去想它 你现在想GIS 长了一大段 没有赚到很可惜 想这一点用处都没有 就好像现在 对不对 不是在放暑假吗 那我告诉大家 旧的学期一定会结束 新的课程 新的学期一定会展开 你旧的学 学期的课程已经过去了 你再想它也没有用 你要面对的是新的课程 新的标股 好 好我们举例 什么叫新的 来 大盘 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跟各位讲 我刚才跟各位讲 大盘这个10250的这个缺口 有没有 它是我放大一点点 这个跳空缺口 是确定大盘 站稳万点 的一个关卡 只要它不回补 这个万点没有太大问题 逢指数压回就是做多 好 那它这个缺口出来之后 它这个缺口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第一关到10545 然后接下来大盘从6月底 6月27开始 7月27到现在 今天8月7号 一个多月的时间 大盘还是在整理 虽然今天刚刚突破 对不对 但是这一个多月 一个半月的时间 有很多股票 已经早就突破大盘10545的位置了 大盘现在还是在这边 底下撵来撵去 对不对 好 来 你看这个原相 你注意看 大盘在10545的时候 有没有看见 这次数 加上次数10545 当时原相在这里 你大盘 你从1万点 你涨到10545 原相不动如山 就是不动如山 甚至大盘在这波下撵 10545下撵到10283 有没有 你看原相 动都不动 你这个时候你就要警觉 我现在教大家 你看 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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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荡 从这里怎么样 开始带量上攻 跳空 大涨 再大涨 投资朋友 你看见没有 越涨越不敢买 越不敢买 他越大 越不敢买 他越涨 这个什么 甚至有人去放空 这个就跟各位讲的 你利用大盘 盘整 你看到 对不对 逆势 突围 相对比大盘强的股票 早就领先大盘 过了10545的位置 再来就是半年报 上半年一片是2.13元 赚赢去年全年 所以涨到这个地方来 你问我一句话 我上个礼拜不是跟各位谈吗 我说 我们从美律的例子跟你讲 23.9 美律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那问题是我跟各位讲 我7月18去买美律 看这里 我7月18在这里买美律 7月19涨停板 这里面震荡整理 都没有人谈美律了 我在这里跟你讲买美律 我也下去买美律 7月19涨停板 又跳空 他这个是不是 率先突破大盘10545的位置 那这个原相我也跟你讲 他突破之后 你看他上半年一片 是赚赚去年全年 你问我 我跟你讲 有没有 前三季去年赚0.67 今年上半年赚2.13 是去年的快两倍 记不记得 这个话都是我上礼拜五讲的 是去年的快两倍 我把这个拿给各位看 我说要不要买 你自己看 就像我跟你讲美律一样 就像我跟你讲大力光一样 就像我跟你讲GIS一样 大家都知道 今天涨停板 原相五盘过后也强攻掌停板 现在重点不是在于 我给你一个股票 现在很多人 送资料 给你一个什么礼物 抱你一个牌 我跟各位讲 你这样一天下来 你收到的资讯 太多了 重点是你能不能买 就买那会长的股票 就像我跟各位讲的 你下个学期 新学期要开始的 你大学在选修学分 你了不起一个学生 一个学期 了不起修二十几个学分 对不对 你不可能修四十几个学分 就如同买股票一样 你不可能买一大堆股票 那你也不可能 只修一个学分 对不对 所以你要把 选到怎么样 会涨的 买到怎么样 会涨的 今天涨停板 那当然明天也不用去追了 因为这个股票 其实就好跟你讲的 像3019亚光一样 东东东这样上去 这个地方势必要整理了 原相也是一样 它明天后天 最快后天也会震荡 但是我跟各位讲 股票就是这个样子 你有没有 对不对 试驾买进长远科 为什么我试驾买进 第一个 我先告诉你 9点46分 我们清清楚楚 跟各位讲 买的时间 买的价位 买的位置 跟各位谈 再来谈买的逻辑 9点46 拉高 那我讲 他是不是也是一样 领先突破大盘105速 大盘105速的时候 长远科在这里 后来他这个地方震荡整理 量缩 外质是不是一直买 一直买 一直买 有没有 我说他发展高效能 LFPO电动车电池 这会是台数集团 下一档标股 我跟各位讲 我们当时在做台胜科的时候 台胜科股价在三十几块钱 这是长远科的现行 股价现在在这里 这是他的低点 你认为这个地方 是高还是低 你认为这个地方是高还是低 从93块钱这个地方 打了一个大底之后 我当时做3532台胜科 台数集团的 从这里开始做起 这一根 去年的10月31号 就在这里 底部进场 所以我跟你讲很清楚一点 长远科很可能就是 台数集团下一档 会让你耳目一新的标股 因为它够低 因为它是长线低档 它是短线的强势股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股票 今天涨不停再撞新高 我一点都不意外 刚刚开始而已 当然其实我们 在跟各位在谈一些 这个题材面的时候 各位你记得一点 你一定会听到很多股票 重点是 你有没有买 有没有买对 长远科你说 老师啊 这股票我没跟上 没关系 对不对 美西马 市价买进 拉长停 这个你买得到吧 一万多张成交量 你一定买得到啊 礼拜四六千多张 礼拜五一万两四千多张 对不对 我讲 它跟住友跟滬田 分别借由这两间公司 切入到松下 以及丰田的供应链 是Tesla跟丰田 电动车的概念股 六二零收 创新高 今天再涨停 今天再涨停 你一定买得到这些股票 这些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啊 你不用去买美绿啊 你不用去买GIS啊 这些两百多块股票 你可以不用买 因为你认为它涨高 没有关系啊 那电动车的股票里面 你说这股票五六十块股票 买进一天两天 两天两根涨停板 是不是开开心心的 你一定知道这个股票嘛 我不会跟你讲奇奇怪怪的股票 然后用奇怪的基本面跟你讲 那到时候基本面不见的股票掉下来了 对不对 我再讲一档 你也一定知道的 华金科 有没有 领先大盘突破10545高点 一样的逻辑 大盘10545它在这里 连起到半角都没有 都没有动 股票好牛啊 对不对 可是大盘跌它一样 就这个地方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为什么外资会买它 为什么它领先突破大盘10545高点位置 因为 我告诉你 我现在跟你讲 它应该是台湾 做车用镜头的主师爷 各位你看到像育龙之前 跟华金科合作 我现在跟各位讲 育龙跟华金科 其实育龙集团 现在对华金科的持股 已经慢慢释出了 所以严格上来讲 我们不能把它视为育龙集团股票 可是华金科 因为当时育龙的资金溢注 因为当时他们所提供的这个空间 让华金科的产品 能够用到育龙的系统上面 所以它是国内车用镜头的鼻祖 你要讲到车用镜头 你不讲它 你要讲谁 你跟我讲其他的没有问题 可是真正有实战经验的 就是3059的华金科 好牛啊 老师啊 没有涨 不要预设立场 涨停板 再涨停 我该跟各位讲 都已经讲了 两天两只涨停板了 你有看到吗 你看这里 投资人啊 就是因为过去都没有涨 好牛哦 都不买啊 好牛啊 结果呢 棒棒棒棒棒 两天两根涨停板 我不买这里 不买这里 不买这里 我买这一天 这里 一买就动 就涨停 一根两根 亲爱的观众朋友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看到华金科是旧的 我看到华金科是新的 所以我讲 168标股班 新班 新生招募 我们现在是做新班 新学期 106学年度 新学期招生 168标股班 新生招募 新课程要让你标到年底 我们先进那种广告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我们刚刚提到重要观念 我现在再跟各位 再温习一次 旧的课程 我们要温习 但我们温习旧的课程 是要去切入到新的课程 也就是说旧的标股 它为什么涨 我们要知道 我们知道旧的标股 为什么涨 是要了解 怎么去找新的标股 看过来 原项我讲 为什么它来标 因为它率先突破 大盘10545的一个位置 所以它是新主流 从这逻辑里面 来 我们衍生出这档股票 3374的精彩 来 也是一样 大盘10545的时候 它在这里 你看 大盘10545 它还向下修正 后来这个地方 你看 都是量缩的 然后往上 做一个滚量换手的动作 这个地方上去之后 洗个盘下去 拉下来 量缩整理 我跟你讲 领先突破 你要注意 当然礼拜五 突破之后 我跟各位谈这个股票 我说你要注意这个股票 对不对 今天 我告诉你 我再加码买进 加码买进 加码买进 我再加码买进 9.39加码 这是我跟各位讲的 我认为一个股票 之所以会涨 是因为 一般的散户朋友 怀疑不敢买 真的会涨吗 我告诉你 它嘎空 而且准备喷出 直接跟各位讲 那当然其实 未来的指纹辨识 新的三级相机系统 以及它跟台积电 合作的 这些概念 都是精彩的题材 但是我跟各位讲 我直接讲明白的 很重要一点 它领先突破 你要注意 它为什么领先突破 然后很多投资朋友 认为它不会涨 不但不买 而且去放空它 形成了精彩 嘎空的气势 未来准备喷出 这些股票 大家也都知道 怎么现在都没有人讲了 对不对 好 再来 再来是什么 再来就是 我们要去找这种 法人索码 营收爆发 甚至半年爆行情 又讲到重点了 对不对 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说 你们在做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点 半年爆 很多公司公布之后 股价就开始在标了 甚至还没有公布之前 股价就已经飙翻天了 你注意看 1597的值得 6月份营收 连续两个月 我打勾 连续两个月 创历史新高 各位请注意看 456 第二季 它是创下单季历史新高 第一季已经很高了 第二季更高 那我们跟各位讲一个重点 第一季有台币汇损 第二季呢 大部分的公司 不敢讲没有了 大部分的公司 比较没有台币汇损 甚至于有台币汇兑收益 那么第二季 也就是即将公布的半年爆 很多公司会很亮眼 值得连续两个月创历史上 我认为它第二季 半年爆会很好 就买 就是买它 随时会过高 半年爆的行情 再来 这股票冰川 你注意啊 105年上半年 0.17 今年第一季 0.74 你看到第一季 251 192 301 4月份 296 267 322 6月份营收 更创下近年 单月的新高 这24个月 起码在24个月以来新高 好 我问各位一点 它第一季 已经赚0.74了 已经 是去年 上半年的 四倍 四倍有多了 第二季 又比第一季 大幅成长 我请问各位 那你预期 1569的冰川 它的半年爆会有多好 我跟各位讲 我看好它半年爆 股价今天 刚刚突破 准备喷出 这些股票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就像我当时跟各位讲美绿一样 半年爆的行情 那当然我讲 新的题材 新的学期 一定要有新的素材 新的功课 就是新的标股 对不对 来 以胜 5243以胜 今天新闻 郭董已经证实 要在Michigan 要投资生产 自动驾驶汽车 Michigan 过去是美国的汽车重镇 以胜 它本来就是Tesla供应链 也是鸿海集团的 那请问各位 这档股票可不可以买 可不可以买 可不可以买 新学期新功课 对不对 每次新学期的老师会不会告诉你 你先回去预习 先回去预习 下学期我们要教这个 你预习的好 下学期 你就比人家进度领先 你就比别人成绩好 你现在要不要预习 光耀科 也是一样 郑威集团 3D感测镜头 整理多久 大家说很牛 有没有看见 早盘买进光耀科 刚刚工上涨顶板 新题材 要去预习 不然那些 你知道股票 很多人不敢买 我没有叫各位去买大力光 我也没有跟各位 各位讲去买美绿 对不对 新学期 以盛光耀科 是不是立马攻掌停 我讲 接下来你还要再错过吗 你要不要跟上新学期 有时候我常跟各位开玩笑 我们那个年代 还有留级的 这个年代留级不多了 你自愿留下来重读 那不算了 那你没有要留级 你是不是要去找下一个学期 去读下一个学期的功课 新的功课 那新的功课 新的标股 新学期 以盛光耀科 是不是立马攻掌停 对不对 华金科 每起码 是不是两天两支 有没有 市价买进 每起码掌停 有没有 两天两支掌停 两天两支掌停 华金科 突破10545 是不是掌停 是不是两天两支掌停 好啦 我跟各位讲 其实最重要是 10168标股班 我们新生招募 目的是 不是跟你谈过去 是要你跟着新学期 新生招募 新标股 跟我们一起标到年底 你看到了 今天 新学期 新标股 以盛光耀科 立马攻掌停 华金科 每起码 两天两支掌停 来 跟着168标股班 新生招募 给各位一个 最大 最大的 不能说 打电话就知道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